就在關上門那刻被警察叫住 到底放什麼 我會金融他 他是不是跟你說你放了之後 他會給你三萬五萬 就差那麼幾秒 帳戶的錢就放水流 當然這不是單一個案 一聽又是詐騙集團在搞鬼 而這兩起案件都有一個共同點 就是利用車站的置物櫃 被害人也都有同樣特徵 一般來說民眾都是放義務 或者是行李在置物櫃裡面 但是如果這個民眾 他放的是信封 下一秒警察就會上前來關心你 就算沒人盯著 還有這個大聲工 要講到被害人心坎裡 因為火車站置物櫃詐騙 光去年就有68起 田路警察會不定時巡邏埋伏 除了人力怎麼能少了可及 這顆白色感應裝置 只要有人靠近置物櫃 就會開始講話 全台唯一就設在宜蘭火車站 俗稱警察的看門狗 這些被害人 他們最常遇到的狀況 就是因為他的購物資料外洩 就接到這個假裝客服的電話 或者是在網路上面求職 然後或者是有家庭代工等等的原因 那這個詐騙集團就跟他們講了一個 很複雜的公司作業流程 車站大廳也播放警政署的防詐影片 就是要民眾放之前多想想 只是靠一通電話 連一面都沒見過的人 你怎麼就敢把帳戶全都交出去呢 TVBS新聞蔡明薰撿大成 無語亞台北一蘭採訪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